何硕科技前任资深副总裁蔡敬国 经传登山失联的消息 经销目前是展开了大搜索 星期六他独自开车到新北市三峡区的满月圆山区 没想到一直没有回家疑似失联 他的女儿也紧急报警协巡 还在脸书上po文 悬赏100万元请大家帮忙 也希望爸爸一切平安 第一个找到我爸爸的人 我就是会给他100万这样子 对那我就是希望我只想要赶快把他找回 我想他赶快回家 召集到哭出来爸爸失联已经到了第三天 音讯全无就希望赶快盼到好消息 大雨下不停闪去又湿又冷 经营销再加上零五局 五十人搜救队一早整装待发 要上山继续搜寻 河硕联合科技前副总裁蔡敬国的下落 雨下个不停地上满市泥泥山上又起雾 视线不佳恐怕增加救援难度 根据家属描述蔡敬国当天 身穿浅蓝色夹克 土黄色雨裤 背着暗黑色后背包 手机机台位置最后定位 人确实曾在满月圆登山步道 那之前有来过这个山一次 但是是走不同的步道 那昨天他上次走的步道 我们有我们也有自己上去 然后搜查然后没有找到他 所以今天就觉得 他或许是走另外一个步道 现年六十四岁蔡敬国二十六号 独自开车前往新北市三峡满月圆山区登山 没想到到了二十七号凌晨 家人发现他还没回家才惊觉不对 赶紧报警 女日更在脸书社团张贴悬赏一百万元 希望大家一起帮帮忙 那今天我们的一个重点 是在我们这个熊空南山 还有拉卡山 以及这个云深步步等七条路线 搜救工作持续进行 知名网红跑山兽罗培德 人在南投得知消息后 第一时间也立刻热血 加入救援行列 家属焦急等待争取时效 不放弃任何希望 借理财神杨文豪SNG小组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